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那这边咱们写的是这是啥玩意儿 这些写个类名不太好是不是 我们看到的都是啥样呢 是不是都是一个包名加类名的那个全路径的呀 对不对 那咱们来这边 没有大整 咱们自己去捣它呗 咱们找到它的包啊 这块是不是就它的包啊 那来到哪啊 这上面这儿 或说去别的地把它干什么 倒过来是不是就完了 是不是 不对 咱们刚才不用删的 咱们直接干什么 这是不是就它的路径啊 你把这路径干什么 Ctrl X给它拿走 然后呢 说来到下面这儿啊 来到这儿做什么呀 啊 把这个转成 咱们的这个 把这玩意儿 是不是删掉 是不是 咱们现在都自己没有写节流 因为它这节流干什么 是不是已经满足咱们的需求了 如果你认为它不满足 你再去干什么 你再去改它 那咱们现在就写的这是什么 是不是登录的用户呢 每分钟五次 是不是 看一下 就成绩了 这样子咱们来干什么 请求 一次 咋的了 一次就报错了 报什么错了 它说 什么事情呢 它是不是有一个判断 看着啊 这儿 它在这个里面做了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它做了一个判断 这里面还没直接写 没在这儿 这儿呢 是不是 request user 是什么 什么ost ticket 对不对 如果它认证了 它是不是去咱们这里面拿主件呀 对不对 咱是不是没有这个属性啊 因为咱们直接用这系统呢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咱们修改一下这个东西呢 咱改成自己的吧 咱们把它改成自己的 咱是不是重写这个方法就行了 对不对 是不是 重写这个方法就行了吧 那咱们就自己写个节周期吧 系统的节周期干什么 不好用 对不对 因为咱们里面是不是没有它的一个属性啊 自己造一个呗 没有的东西 咱就造一个 打造它 那你就创建一个谁啊 是不是创建一个子类啊 创建谁啊 是不是它的子类啊 那咱们这个就叫什么呢 嗯 Throt吧 Throtos 是吧 那咱们创一个什么 Throtos Class 那咱们这个是谁的 咱这个叫做 咱这也叫优德的 是不是 是不是 Throtos 又的 那继承子谁啊 是不是继承子这个什么 是不是 Simple Throttle啊 对不对 Simple Throttle 照的把这东西干什么 等包一下 TXOTTLE上 是不是 照的这里面怎么办 是不是要实验一下抽象方法啊 是不是 GET CatchK 也就是咱们这个缓存质K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那咱们这个说了 咱这是啥呀 是不是用户登录的 对不对 那用户登录咱们应该有啥呀 啊 是不是有咱们的那个token啊 咱们直接用token多是不是就完了 是不是 跟他这里面的写啥特殊的玩意了吗 特别帅气的 好像没有 那咱们把这代码干什么 拿走 然后把它改成咱们想要的样子 那咱们这里面是不是没有这个了 没有这个 那就说咱们这个判断是不是修改一下了 咱这判断怎么修改啊 啊 那就是咱们判断if is instance 这什么呀 request.user 它是user model 对不对 它如果是user model 意味着我们是不是登录了 对不对 咱们走的user级别的吧 是不是 那如果是这个 咱们不拿这个什么呀 什么pk了 咱们拿谁呀 是不是request里面的auth呀 作为咱们的唯一标识 如果呢 咱们这个干什么 auth没有找到 咱们就通过谁呀 说通过这个request 让他走系统的这个getidentify啊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接下来怎么办 那这个throttle咱是不是得注册一下啊 怎么注册呀 那你是不是得找一下咱们这个包啊 来到我们这边 咱们这包在哪 是app.r 是app.r thro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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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throttle吧 是不是 app.throttle 4.rottle 点什么 不是 优到此手头 是这个吧 试试吧 啊 我们这边我们干什么 是不是请求一个 拿去啊 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一面 是不是要请求一下啊 这啥呀 咱们这throttle 什么过期了 然后再感觉 今天这throttle 过期这么快 咱们配置这个过期时间了吗 timeout 60乘60乘24 课间休息 然后就掉了吗 啊 看一下 这边是默认的 然后咱们存的时候 存多长时间 60乘61小时 咱们又过一小时了 确定吗 11点38了 行吧 哎呀 这假装都过10了 我 我很质疑这块啊 我感觉应该没过时啊 咱们那咱们就不去纠结 这个took的问题了啊 有工夫你自己去追去吧 是吧 那咱们是不是就要生成 一个新的took啊 咋了 咱们现在是log in啊 照顾的这块 他告诉你 你现在干什么 设置了什么scope 或者什么 rate userthrottle 那咱们 他说什么错了呀 啊 因为咱们现在指定的这个 你写的这个 咱们刚写这是不是全局的呀 咱是不是直接就是手键的把它这个玩意设置成全局的了 对不对 是不是 那现在咱们先别设置成全局的 一会儿再给它变成全局的 对吧 是不是 那来到咱们这边干什么 是不是 先去登录一下啊 算那个 是不是有了 一会儿咱们再把这个别的这个接口啊 给它过滤掉 对吧 那这是不是有了 有了之后来到我们这边呢 咱们是不是可以给它加上了 对不对 把这个东西呢给咱们 加上 加上之后呢 是不是就可以请求了 是不是 我这用户队是不是可以请求了 这样咱们来做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是吧 咱们这个 给它解开啊 解开 解开之后呢 它应该会干什么 是不是会重启啊 重启完了咱们再去干什么 是不是请求了 请求了 它告诉 you must的什么 set either scope or rate for use the throttle 啥意思啊 你应该设置这个scope 或者这个rate 给你这个use the throttle 咱们这use the throttle干什么 是没有指定 这个属性啊 哪去了 sortus 这是不是咱们的油的sortus啊 那这里面呢 他说让咱们设置谁啊 是不是设置这个scope 或者说咱们那个什么sortus啊 对不对 咱们刚才在做这个谁的时候 做这个corpi他的时候 咱是不是没有指定这个scope啊 对不对 它是不是应该是这个yoder啊 咱们现在因为借用的是yoder这个k吧 是不是 所以咱们这里面应该加上谁啊 是不是 加上咱们这个scope属性啊 对不对 是不是 因为这你是不是调用了一个sortus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会呢 咱们这个是不是就用户级别的一个什么 说一个检测呀 那之后来到这边干什么 走 是不是ok了 一次ok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咋了 detail request wassortus的 exception village in 52 seconds 52秒之后才赢呢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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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了 啊 就是直接加上频率限定了 那比咱们以前写起来感觉怎么样 麻烦是吧 其实这东西咱们其实是变简单了 知道吧 其实上是变简单了 但是呢 有同学为什么感觉麻烦呢 是因为他这个来回嵌套的关系干什么 有点复杂 有点多 是不是 对不对 但是咱们现在这频率限定是不是就加上了 知道的 那你这块 他这不有request吗 你想针对于get的判定的还是post的判定的你都可以加 但是还有view 你针对于某一个接口加 都是可以的 知道吧 另外呢 你还可以干什么呢 这sortus 你如果只是为某一个接口写的 那你可以干什么 在这去 咱们这不都加了这堆东西吗 你还可以在这加什么 sortus classes 你可以直接给他加在这个里面 加在这个里面就干什么 是不是指针 指针对于谁啊 是不是他生效的 是不是 对不对 这就不再往这写了啊 看明白了吗 是不是 那这玩意就不再说了啊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做的一个什么 是不是接流啊 对不对 那我这page怎么讲 配置你就往这里面往哪啊 咱们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个user啊 这user为什么说 咱们刚才没有说这scope才找不着呢 这user就对应的是谁啊 对 对应的就是这个scope的这个值 知道吧 对应的他 如果你这个不叫user 假如说你自己写了一个对不对 你说我又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比如说什么 是不是写了一个address的 对不对 那你这块是不是肯定是和地址相关的 那这块是不是有了 我现在想限制地址 怎么办 你在这边在写的时候就写这样 对把这个改成address就可以了 知道吧 这样就可以限制address的一个请求问题了 知道吧 一分钟十次 是不是 或者说一天多少次 你就把这东西给它限制住就可以了 知道吧 就通过这个来限制 看到了吧 这也就是说我们想给它做各种配置 那这节流器是不是也挺简单的 对不对 其实节流器在用的时候需要怎么用啊 这东西你看啊 通过圆码你 你是不是学到了好多东西啊 对不对 节流器 节流器这块呢 它有几个类 咱们这几个类呢 还是给大家梳理一下 对吧 然后这边呢 我们这有throught里 然后这里面有谁啊 是basethrought 它这里面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东西 对吧 它里面有几个几个函数啊 第一个allow request抽象的 没有实现的 对不对 这呢就是我们判断的一个核心 对不对 是否允许的核心 再之后呢 那就来到谁了 是不是geteditfair啊 是不是获取啥呀 啊 是不是获取为一标识啊 获取客户端为一标识 再之后呢 还有一个wait 默认识诞 对不对 等待 等待的花时间 等待函数 是不是啊 那这个之后呢 它是不是有此类啊 此类第一个是谁啊 是不是simple rate throught 那这个是不是就一个简单实现 它叫simple 是不是简单频率实现啊 那这里面都有啥玩意儿啊 这里面呢就有什么 什么get开始k 这啥玩意儿啊 是不是获取缓存的那个k啊 缓存标识啊 对不对 再之后呢 get rate 是不是获取频率问题啊 那如果你想自己写 是否可以自己封装get rate呀 是不是 是不是 获取啊 频 再之后呢 是不是pass rate呀 pass rate这啥呀 是不是转换频率啊 它这个频率呢 就是什么 什么格式啊 啊 默认的就是 次数 number 个什么呀 啊 time 或duration 对不对 是不是 number的数字 duration都有啥值啊 啊 duration呢 就有什么 s second m minute h hour day 对是不是 他又给咱们写了一些常见的 是不是 那和这个pass rate后面的什么 allow request是不是 复类中的 是不是重写的各种判断呀 是不是 重写判断 是否有些请求 这样的是重写的方法 核心是不是就在于他呀 再之后呢 再之后呢 拿这个什么 slot srcxs slot srcxs 你看他干什么了 是不是就做这个记录呢 对不对 是不是 他是不是把这个 你看他原来是不是也这样写的 insert给他插到这 对不对 然后srcxs把这时间设置上 是不是 src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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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允许请求 再之后呢 这就有一个了 wait wait是不是做了一个时间啊 可是wait咋做的啊 是不是获取他里面的这个什么 是不是这时间 然后进行判断的 是不是啊 对不对 是不是啊 获取什么 是不是最长那个时间 然后进行的判断呀 对不对 wait啊 这就是这个时间判断 还有多少时间允许 那这个是不是就完了 再之后是不是就下一个类了 下一个类谁啊 是不是啊 admustrate这个什么 sroto啊 是不是啊 什么陌生用户的 或者游客用户 对不对 那这里面他实际上做啥了 啥也没干 他就重写了一个gethk 是不是啊 那就是做了一个什么 说默认用户怎么做 是不是啊 对不对 那这里面就是获取缓存k 就是获取缓存k的原则 是什么 再之后呢 yoderate这个sroto和他呢 一样 wollen 是吧 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啊 在之后呢 应该还有一个吧 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scope啊 什么root throttle对不对 那这个里面做什么了 我们看他也是寄生字什么 是不是simple的 他里面做什么东西了吗 allow request 是不是重写了一下啊 这个是必须重写的吧 然后这里面呢 也是转换时间 然后允许请求 然后是不是也重写了 开着k啊 对不对 哎你看这个好像和上面那个 怎么了 有没有感觉特别像 是不是特别像啊 那这个和咱们的这个 他 有什么区别 和他 他是不是多重写了一个谁啊 是不是allow request呢 原来那allow request是不是去切割 然后去判断的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他这里面呢 scope get attr view 然后里面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scope scope attr啊 这种的如果他是什么呀 他没有这个scope 那就直接retter 人处 这种的ret 是不是还掉在get rate 然后是不是还是pass rate 对不对 然后之间是不是还掉在super 这个request这个 是不是 那实际上他就多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从咱们试图函数中获取什么 是不是获取这个频率啊 是不是 对不对 这实际上可以写成什么写成装生器的形式 对吧 其实和上面呢 一样 多写了一个什么 说多写了一个从属性中看什么 属性中获取什么 说获取频率啊 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啊 看看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scope attr 如果你想把这频率写在哪儿 写在我们的这个类中 你就这样写不就完了吗 等于什么呀 啊 十次 每 分钟 每秒十次 那你的频率太高了 就是说这个呢 说我们也可以把它写在这 知道吧 刚才那个默认他不都从哪家啊 是不是从咱们三千四里家啊 你写到这儿呢就从这儿家了 你看这这东西哪来的 咱们从圆码中干什么 是不是看到的 他是不是就这样写的呀 这儿 你看他这个什么 scopeattr 他是不是从你这view里面获取attr啊 对不对 没有就是个难 如果是难直接reter就允许了 是不是 其余的情况呢 是不是还是从以前的 对不对 把这scope该给你传过去还给你传过去 是不是让你去做操作一下 是不是 有什么区别吧 没有 是不是 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是不是截流啊 明白了吗 和他们以前写的一样吧 一样 就是他帮你封装了一套 对不对 和他们看那大堆破类似图是一样的 他帮你多做了一些东西 你有兴趣就用他的 没兴趣的 你就自己写 是不是 对不对 对不对 有什么national简单的 你说很需要的 对不对 对不对